音軌的功能 好,我們現在來講解的是關於音軌的功能 每個音軌的功能大同小異 然後我們先看一下Audio Check 你會發現一件事,所有的Audio Check的按鈕 我們先把Audio Check合在一起好了 好,1到6都是Audio Check 它的按鈕都是Mute Mute就是靜音,把聲音關掉 暫時關掉,Solo 單獨聽這一軌 錄音啟動的功能 這是說先設定好這一軌要開始錄音了 但是還沒有錄音 Record Enable 然後再來是Input Monitor I 好,這個我們來解釋一下 稍微解釋一下,譬如說我按R的時候 好,然後我的Input 我們先看一下哪一軌是可以有我的聲音 好,我們先開一軌新的Audio Check Input 1 好,因為我的麥克風現在接到Input 1 那這時候如果我想要確定我的麥克風有沒有進到Logic Pro裡面的時候 我只要按I 其實I有點像是 先把這個麥克風進入到錄音介面 然後再進入到電腦 再從電腦到軟體的時候 在軟體之前 我們等於都是硬體 因為你的麥克風是接線到錄音介面 然後錄音介面是接了 也是接了USB線或是Fireface 或是Anyway的各種不同的類型的線 線才接到電腦以後 聲音到這邊就是硬體 然後接到電腦以後 表示說我們聲音已經進到電腦了 那這時候我要確定 我的Logic Pro的錄音介面也設定得好 是我的錄音介面 這時候我的基本上來講 到Logic Pro之前的路線 如果你沒有接錯也沒有設定錯的話 是一路暢通的 可是你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 除非你已經在這個軌道設定好 你的輸入輸出都設定好了 我按I 我才會知道有沒有 你這時候已經聽到我的聲音已經進來了 但是現在你聽到是很慢 有會跌到的聲音 其實這是因為這個Plugin的關係 我先把它拿掉 好 有沒有 現在聲音就恢復了 好 這個剛剛那個問題是一直都在 因為是 在最後涼軌的時候 很多Plugin要持有比較大的資源 所以會影響到我們錄音的那個差異性 好 好所以這樣我就可以確定 所以這個I的意思是這樣 可是如果按R的話 我剛剛把I關掉 按R的話 喂 它也是一樣的道理 好那問題來了 我按R的時候 如果我按Play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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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我Solo好了 這樣各位比較清楚 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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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當我按R 只要播放的時候 這個聲音是沒有的 可是我按I的時候 喂 喂 欸等一下喔 R要關掉 好按I 然後Play 喂 喂 你會發現其實按I的時候 就可以讓我的聲音一直都在 因為它只是監聽 它只是把這個功能 聲音打開而已 可是按R的時候是等待你錄音 所以它沒有辦法在播放的時候 也一起直接監聽 這是 Input Monitoring 跟Record Enable的差異性 就是你要聽到聲音的時候的差異性 OK 然後再來是音量鈕 有沒有 音量鈕 那如果我再開一點 就會看到的是 有沒有 Pen 左右 有沒有 有音量有左右 雖然個人覺得這個音量很佔空間 就是 我寧可會這樣子 然後左右可以從這邊調 或者是說你可以用你的iPad 有沒有 它有個Logic Remote去調 這樣的話你的螢幕會接著很多空間 好 這是Audio部分 然後你看一下 我們這邊有一個Drummer Check的鼓 然後它是 MSR 它沒有i 因為它不需要Input Monitoring 因為它沒有聲音要從電腦外面進來 然後這是Midi Check 剛剛這個是Midi Check 然後再來 就是軟體樂器軌的Check 然後接下來這個是Drummer 然後它只有M跟S 為什麼 因為Drummer 我們Drummer這個Check 是不是用來錄音的 它自動就會幫你打鼓 所以它就沒有 所以基本上 一個軌道的內容 其實大同小異 並沒有差太多 好然後再來我們看一下 左手邊這個資訊欄位 我們剛剛開的一軌是空白在這裡 好你會發現 就是這個 這個 理論上來講 一開始預設的話 最左邊就是你選取的一個音軌的資訊 然後右邊這一軌就是所謂的Output 那之後我們用到更複雜的時候 你會有因為不同的Send的關係 所以會造成這邊可能是Aux Channel 不一定 好 這邊會有一些東西就是我們可以去 匯入或匯出我們的Channel strip設定 我們可以把這個一條就看做Channel strip 就是音軌的設定 就整體的設定 在Logic裡面可以把它儲存起來 做成一個預設值 或者是你可以從別的地方匯入成 你自己要用的音軌設定這樣子 好那你可以看到EQ 然後Input的地方你可以選取我的Input 有沒有 然後再來是Audio的效果器 然後再來是Send 就是我們可以把這軌的聲音再送去哪裡 我們可以指定要送去哪裡 送到Bus 然後再送到別的地方 然後再Output的設定 然後接下來是 這個是Group的設定 就是群組 好那之後會講到 然後再來這是Automation的設定 自動化的設定 然後Pen 然後音量 有沒有 好然後一樣 MSIR在這邊 好然後在Output這邊會有個Bounce 我們可以利用這個 就是可以聽 就是把我們做音樂 有個Bounce出來 好再來我們再介紹的是 Midi Check 就是Drum Check Drum Check Drum Check這邊也是有Channel Strip設定 你看它Channel Strip已經有一個名稱了 表示它現在是利用了 它是叫出了這個設定值 然後造成這一軌的設定是這個樣子 然後它有Midi的效果器 它多了一個Midi效果器 然後它也有Audio效果器 然後一樣Send 其實其他大同小異 我們再來看這邊 這邊是 其實差不多嘛 因為這個是Midi Check 然後軟體樂器 好 然後各位眼睛有 就是如果你有看清楚的話 我們還就是 剛剛有看到一個嗎 就是Audio Check 這個左邊有一個圓圈有沒有 這個圓圈表示說這個軌是Mono軌 就是單音道 單聲道軌 那我們看到剛剛Bass這個 有沒有 雙聲道 然後我們點下去可以選擇 Mono就是自中 然後立體聲 左邊右邊或是5.1聲道 有沒有 基本上 你稍微有個概念的時候 你看到這邊的任何設定 你就不會怕 然後你會知道說 你應該要怎麼去做設定 好 這邊就是關於音軌的設定 然後各位如果你有注意到一點 就是你看到我們這一軌的軟體樂器軌 它其實跟 其他軌道長得不太一樣 還有一個這個 框框有沒有 但我們點開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可以叫做好多音軌喔 好 這有點像 Check Folder在Large Pro裡面 是一個有點像資料夾的軌道 那我們之後會跟各位提到 稍微介紹一下這個功能 這個也是這次的新功能 個人覺得還蠻方便的 好 到這邊就是一些關於音軌的一些 基本的設定的介紹 以及介面的介紹 OK